黄医师也喜欢买手势 买耳环 对 其实手势的类别很多 比如说项链 手环 戒指什么 可是我大概就是只喜欢买耳环 对 那会喜欢买耳环的理由是因为 我在大学毕业的时候 因为我妈妈送我一副 Mikimoto就是珍珠耳环 但是那个时候没有穿耳洞 所以就是假的 然后有一次记得医院 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会 我觉得它重要 我觉得我需要看起来比较好的感觉的时候 其实你说年轻的女生戴一个珍珠耳环 其实那个优雅度是加分的 然后就带了真的 我就自己就觉得很好 可是偏偏就是因为它是夹的耳环 它就掉了一支 那等于是说我的那个毕业礼物就掉了一支 然后我就记得我还要走回去那个会议中心 然后在那边地毯这样子搜寻 然后我就觉得说 那这样不行 这样子贵的耳环就这样掉的话 也实在是太浪费了 那从那个之后 因为在那之前我都是买一些 比如说比较相对便宜的手势类 然后那件事情发生之后 我就去穿了耳洞 穿了耳洞之后就是一条不归路 因为你既然痛了 然后有耳洞之后 你就开始觉得你可以好好戴耳环了 是不会再掉了 对然后耳洞的话 因为每个人的那个体质有点不太一样 其实有些材质你可能不是太好的 你会过敏 你就是会不舒服 所以大概在 K金的有时候都会 在住院医师穿了耳洞之后 我就开始买珠宝类的耳环 对 然后买的话就是每一年的生日 就当成自己的一个生日礼物 所以每一年生日都买一件这个珠宝的耳环 最贵的多少钱 最贵的一副耳环是在二零一九年的时候 我已经离婚了 所以前夫不要说是他送的 拜託 最贵的一副耳环是 那时候当时候买是日币一百万 然后现在今年我查过资料 他已经涨到日币一百四十万 对的一副也是 涨价了 增值了 的耳环 对而且那个等于是说 我觉得有有差 比如说因为草莓是还年轻 所以他会有很多想要购物的那个 我们大家都经历过这一段 就是你一定要一直购物 然后去找到适合自己的样貌 然后刚听草莓的故事 我觉得比较惊讶的是 其实大家可以想 其实美女 因为你一看就是草莓就是美女 美女为什么需要买那么多衣服呢 是我的第一个想法 可是第二个想法是 其实美女就是这样用心 所以他才称得上是美女嘛 那我们的话 我要讲的这个故事 因为你之前一直买耳环买耳环买耳环 其实我的那个耳环有一次啊 就是不要算饰品 就珠宝类的耳环 我就给他数 有一次我数到二十七副的时候 我就没有再数下去了 就表示说 没有数完 表示说我一个月 就算每天重复带不同的耳环 他都不会重复了 对 我就觉得说我要 我要一个反省 因为每一次我都买差不多价格 我有个range 比如说我虽然是买珠宝耳环 可是我可能一开始年轻的时候 我们都是买那个品牌的入门珠宝款 可是当你数到二十七副 你把它算一算钱的时候 他已经可以买一副更好的 珠宝耳环的时候 我这样的经验的意思是说 当你买一件东西 两件东西 你没有办法察觉 他对你的损耗 或者是说你得到的东西 你每一次都花一样的钱 买一样东西的时候 你只会得到一样的东西 可是如果你忍几次 买一件大件的时候 你就有可能会有一个另外一个level的东西 那我的心得就是 我买了那一副这个珍珠耳环之后 表面上听起来好像一百万日币很贵 可是后来发现我每次去逛街 我只要想买耳环的时候 我就带着他去 然后就会觉得说 这一副我预算买得起的耳环 并没有超越我耳朵上这一副 那所以我就不会买了 是是是 来那个回事 对 所以我今天就真的就是我 我上节目很少这么用心了 我就带了一小盒这样子 那个稍微斜斜的 稍微斜斜的 再斜一点好不好 再斜一点点 就是这两边都是饰品啦 其实我有很多盒 因为这种珠宝盒的好处是 它可以一直叠 所以你就可以一直放 然后像这一副的话 就是那个蝴蝶的耳环 然后这一副是凯特王妃也有戴的耳环 然后这个是凯特王妃也有戴的耳环 然后我要讲的是 其实像这种就是你看起来很高价 可是其实它并不真的很高价 可是它戴上去就很显 所以你说为什么我们预算不足的女生 会想要买耳环的意思是 就我花一点点钱就加分 因为你知道要从内涵加分 就要花二十年 干脆从外表比较快 可是如果从外表好像我就花个两三千块 什么的这个就就是有时候是 一种懒惰的心情 然后比如说像这副耳环 我买的也很得意 因为你看到那个韩剧的这个 这个爱的魄这样的女主角有戴 然后又看到前几天这个梁朝伟跟刘嘉玲 在京都看枫叶的时候 这个刘嘉玲也戴这副耳环 你会觉得说这个就是明星款 所以女生会有一些这个被诱惑到 对啊 所以你喜欢凯特王妃戴过的 我不是喜欢凯特王妃戴过 而是说她刚好戴的就是我也喜欢 好看然后我来买买看 比如说这个虽然是凯特王妃戴过的 然后效果非常好 而且她其实大概台币两千多 这么便宜啊 对而且她是真的珍珠 只是说她是巴洛克珍珠 然后她当然就是比较不规则 那你如果是买真的珍珠的话 这样子一付就要十万块台币跑不掉的 这Mikimoto 这个是Tasaki 另外一个珍珠品牌对 然后反正这些东西就是全部都是像 注意喔这个都是我离婚之后买的 没有一户是前后送的 你这是第二次强调了呢 因为我们每次在说这件事情的时候 就会有人跳出来说这都是她送的 这是全部都自己买的这样子 然后买得很开心 项链呢 项链喔 我项链大概只有五六条 而且我出门之后 如果我很戴一个比较华丽的 比如说耳环的时候 我从来不戴项链 就太多了是不是 就是太多 然后可能我们并没有那么真的会穿搭 就有些会穿搭的人 他可以搭的比较好 那我比较不会穿搭的 我就单一样 然后可以加分 我就心满意足 那戒指呢 戒指喔 戒指就是我也很少买 因为我们的职业啊 其实如果说要要这样 你像我买这个戒指 我一直再三确认说 我的病人看到会不会觉得我有问题 因为我们是眼科医师嘛 我的手就是要在病人的眼睛前面晃 所以其实我不太喜欢戴很高调 或是很复杂的那个戒指 就是大家女生很喜欢 你应该戴啊 就把每个眼睛刺伤 你才有生意 其实我们的有一点职业性的问题 是说我们像现在是因为上节目嘛 所以就是说你尽可能喜欢就戴 然后像这副耳环 你刚刚就自己砸脸啊 说什么买了那副耳环之后 就就再也不会买别的耳环 没想到今年还是再买这个耳环嘛 这个贵头 这个贵的 这个是也是珠宝品牌的耳环 但是他相对 因为他是银制的材质 所以他没有那么贵 对对 然后你说因为我们有考虑职业性 就是说你 其实我说真的啦 就是如果一个职业是医师 然后在公众场合一直讨论这个穿搭 讨论吃的食物 其实这个行业就是堕落了吗 不会啦 因为人赚钱就是要提升自己的生活 比方让自己快乐嘛 但是我要我要提醒的是 其实大部分的医生并不这样 大家都是很认真在看门诊在读书 那我是有一点差异性是说我的经历 比较坎坷曲折 我如果不投注一点时间 就是花在这个这个上面的话 你说我的钱都去交律师费 然后我自己没有东西 就是很可怜 我有时候会有一个补偿的心态 那如果我做了这个 你说我交了律师费 然后我又来买耳环 我会觉得我好像还过得去 我并没有很很糟糕 有时候是这样 不好意思 你交了律师费 后来都是律师的太太买了很多 那你的制装费多少钱 制装费 老实说我没有去算 一个月的制装费 因为我反而制装费不高 是因为我好像很喜欢重复穿 我重复穿到那个 我看哇哇下面的留言 那时候黄又佳每次都穿那件衣服 真的吗 有人注意到这种地步吗 有有 说什么这件出现很多次 我有一件西瓜洋装嘛 就是大家印象很深 上面全部都是西瓜 然后西瓜叶 然后我很喜欢嘛 他说黄又佳每次都穿西瓜洋装 但是我就是会一直穿 因为我笃信一个道理 就是说 你把那个肉弄成黄色 就变小玉瓜 下次就不一样了 就是我笃信是说是这样子 是如果说 你很喜欢这件衣服 你应该就会一直使用它 那既然这件衣服这么好 我应该要让它物尽其用 所以我就一直用它 然后还有我们有一个问题 有个风险是年轻的妹妹想不到的 身材会变 中年一定会发福 然后老年更不知道该怎么说 我是因为是因为是我们是医疗嘛 就是你如果女性停经之后 平均会胖八公斤 但我知道这个讯息的时候 我也是很shock 原来以后我停经之后会一次胖八公斤 那表示小胖 他从来没有过好不好 所以如果我们一次把很多的资金投在一件 你觉得喜欢的衣服 不管它的价格怎样 终究之后 因为我对于我的未来比较不看好 就还是会觉得要存 弄一些钱 然后去想说以后如果身材变 是我还要能够再买衣服 因为乐趣要持续 就我们如果我们期望一直买衣服的话 了解 小胖你这个衣服穿第几次上娃娃了 很多次啊 我每次看这件 很多次喔 对啊 真的 因为这件衣服刚好去带 郑大哥去日本打球 那时候看到那个打购公司 刚好要卖打球衣服 刚好这件只有size 刚好有两个颜色就一起买 你拿两个颜色吗 就有两个 一个蓝色一个绿色 就是穿还不错 好不容易上 比较有上节目 就穿 冬天的这就穿着 夏天就穿Polo衫 所以我们制装费很散 今天还可以穿十多年 对啊 男人还不快 对啊 因为你真的要破在屁股沟 大家也不太敢 没错 新闻娃娃有YouTube频道咯 请大家搜寻新闻娃娃娃 或者扫描QR Code 也可以按下订阅钮 开启小铃铛 请大家继续分享